我真的看到了吗 欢迎收听听保养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是 小资女孩 要怎么样也可以拥有名模一般的好肤质呢 如果你是一个刚当上班族的女生 你可能薪水没有太高 然后你不知道说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投资在保养品才是比较好的 你可能到了百货公司走一趟 你就会发现哇天哪 一罐精华液可能就要卖个三千块 然后一罐化妆水也要两千多块 然后洗面乳也快要破千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你买下来可能会觉得天哪我要破产了 那这样子我皮肤就可以变好吗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分析一下 这些专柜的化妆品啊 他们通常都是把钱投资在行销上面 或者是像是代言人啊 那些国际巨星 就已经占据了他们很多很多的行销费用了 还有包装啊广告费 百货公司设贵也是非常贵的哦 你就是被抽成很凶啊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的薪水那么不够用的时候 千万不要尝试着一定要到百货公司去采买化妆品 可是呢在网路上买化妆品好吗 其实网路上也是有很多的地雷的 尤其是像那种99块啊 199或者只要付物流费的 这种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真的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如果说把你的钱投资在这种很便宜很便宜的化妆品 你可能是属于冲动购买型 就是看便宜就买 或是别人觉得好用你就买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对你的皮肤状况并没有真正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也是做化妆品的制造者来讲起来的话 其实真正好的化妆品的话不可能卖那么便宜的 因为你包括了你的用料 然后你是不是浓度真的有够到可以产生好的保养的效果 或者是你的保养品的防腐啊 是不是真的做得够安全够小心 还有它的包装是不是可以让你的保养品的品质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必须要卖便宜的时候 便宜之下就没有办法顾及这么多的事情咯 所以最后可能只是买到一支不太会坏掉的化妆品 可是并没有办法让你的皮肤好起来 可能反而是一种破坏 尤其是当我十几年前进入这个领域之后 我真的是越了解越害怕 我真的不敢随便用一些来路不明的保养品在脸上 尤其是别人送我的东西我都非常小心 那有可能是他自己不想用 然后他觉得不好用他才送给你的 所以不要去随便接收别人就是不想用的东西 到底我预算有限的时候 我应该要投资在什么样的东西上面 第一个呢就是好的洗面乳一定不能省哦 因为好的洗面乳跟擦的洗面乳 光是洗起来你的皮肤的好坏就会差很多了 所谓的擦的洗面乳呢 洗起来你的皮肤会非常的干涩 就是你摸起来会觉得粗粗的 然后呢你洗完会很紧绷 这种就是已经是过度清洁了 所以越便宜的洗剂可能洗起来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越高级的洗面乳洗起来通常都是比较温和 可是不用担心他洗不干净 因为洗脸的最高的境界就是 洗得干净可是又不伤害你的皮脂膜 所以比较推荐的还是用弱酸性或者是中性的氨基酸洗面乳来洗脸 至于说洗面乳它有标榜一些抗痘啊 或者是一些美白啊 这些功效的话其实就听听就好了 因为其实有一些洗面乳啊 冲掉之后就没有办法发挥太久的效果了嘛 所以其实我们重点还是在于 你会把你脸上过多的油垢洗掉 然后让你的毛孔可以比较畅通 再来就是洗完的时候没有任何破坏性产生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变成说你是投资正确了 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洗面乳了 洗面乳其实不建议买太便宜的洗面乳 然后不要买那种含皂碱的洗面乳 那这种呢就是洗起来会比较干涩一点 要特别的小心 第二个呢就是化妆水可以省略哦 你可能觉得天啊 为什么化妆水可以省略 不是洗完脸就应该拍拍化妆水舒缓一下吗 其实如果你用到比较不优的 这样的成分都只是水而已 可是你想自来水可以帮你保湿吗 不可能对不对 矿泉水可以帮你保湿吗 不可能哦 真正可以让你保湿的就是像玻尿酸这种保湿剂 而不是用水来让你保湿 所以你在脸上泼再多的水都没有办法帮你保湿 那么化妆水同样的 它没有办法帮你做任何保湿的效果 可能加了一点点的保湿剂 可是效果非常非常的短暂 所以当你预算有限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省略化妆水 就算你很有钱 你也不一定要再去花钱买化妆水 因为其实那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有一些化妆水就是说 保湿瓶做成水状的 它可能是拿来湿敷在脸上的 比如说局部的去收敛你的皮肤的话 也许那个是比较必要性的 但是那还是要看你的皮肤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再来第三个就是乳液是不一定要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天气来讲的话 或者是像住在香港啊 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区啊 就是非常的潮湿又闷热 所以如果你用到一些欧美或者是韩系的乳液的话 你会觉得哇好油腻哦 或者是澳洲的绵羊油这样的东西 对你来讲是不太适合的 因为越油的东西闷住皮肤的话 你其实会容易长更多的粉丝跟痘痘 所以乳液不一定会是需要的东西 还是要看季节的变化 跟你皮肤是不是真的很干燥来决定 再来呢 就是精华液跟防晒是不能省的 这个是超级重要的观念了 而精华液不一定都是很贵的 但是精华液它的原料 当然也有分不同的等级 或者是不同的来源 所以你可能要去询问一下 卖你这个精华液的店家 就是他能不能告诉你说 你这个精华液最主要 比如说玻尿酸你到底是从哪里的 哪里进口的玻尿酸 像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像是 日本的玻尿酸 那它的品质就非常好 然后它的分子有的是比较细小的 所以可以让你吸收会比较好 真的保湿效果是非常好 又不会粘腻的 这是比较优秀的精华液 那再来我们讲到防晒也是不能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防晒就等于是抗老化很重要的步骤 因为紫外线过度的照射会破坏你的皮肤 让你的胶原蛋白流失 那胶原蛋白流失的那没有支撑的时候 你的毛孔就会松垮下来 所以你的整个脸皮慢慢的就会往下坠了 所以呢很多人到年轻的时候 去没有去注意防晒的这件事情 到了老子的话你就会很后悔 那时候已经来不及 你要去拉提的话可能也是很难玩 就除非你花很多很多的钱去做义美 所以精华液跟防晒是不能省的 再来就是湿布的面膜是不是可以省略 其实还是要看你个人的喜好来决定 但是当你皮肤有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有红肿发炎或正在过敏当中的话 最好是不要用湿布的面膜 虽然说现在湿布的面膜都卖的还蛮便宜的 可是越便宜越要小心 可能没有太多真正好的精华液的成分在里面 可是它的防腐剂用的又是比较廉价比较刺激的 所以你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化妆水如果你现在已经用完了 其实是可以不用再添购的 当然这个习惯可能一下子改不了 你可能化妆水乳液这三个步骤 保养起来你的皮肤会变成又干 然后又容易出油 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的补到精华液 你没有真的补充水分 然后补充一些保湿的成分在你的皮肤里面 可是你补了很多的油腻的乳液 所以你会变成又干又出油 这样的保养是绝对是不OK的 已经算是很老派的一个观念 一定要修正 再来就是如果你皮肤正在做一些油脂的调理 或者是一些痘痘粉刺的调理 这个的话你的保养品 如果让你产生了不错的效用的话 建议就不要随便的去停用 你可能要真的去发挥耐性 因为其实粉刺的代谢 或者是痘痘的好转 其实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周两周 你可能要好几个月 甚至大半年才会有很好的成效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时候 我宁愿你不要去买面膜 不要去买化妆水 但是你这些调理油脂分泌 或者是可以收敛毛孔 或者是培养好菌 增加很多的好菌在脸上的这些保养品 最好是不要省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小资女孩的话 你还是可以拥有明膜般的美丽的皮肤 但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把你的钱放在对的东西上面 再来呢就是如果你用到一些不适合的保养品 你就直接就是丢掉就好了 因为你如果怕会浪费 然后你继续用 它其实就是继续的伤害皮肤 像是有一些像是去角质搓血凝胶 就是透明的 那直接搓在脸上之后 等一下就像橡皮擦那样子掉屑屑掉渣的 那个我是很反对使用的 因为其实真的掉落下来 不是你的老肺角质 而是一些化学变化跟物理性的变化产生的效果而已 那对你的皮肤来讲 它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可能还有很多的伤害 所以呢你必须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你要舍弃你的错误的保养 让好的保养品进驻到你的化妆台 这样正确的观念进驻你的脑袋 你才可以真正拥有好的皮肤哦